我要走了 接尾算了吧 先不要 大哥你來 他們真的是情義相提 非常的感謝 原本這首歌MV是 一開始設定是我跟林九妍 然後後面我想一想 哇這整個劇情 你看 不是 因為現在的畫面 我後面會發現 如果我跟他演這個畫面 我現在滿不和諧的 最好奇的是說 追尾原本這個角色是你 結果變成我 不是 那這個劇本根本就亂寫 現在只是被限留而已 如果是草爺演的話 直接沒有辦法跟強制下架 就是因為我考慮到劇情 因為有一幕是 他壓在我身上那個 壓在我身上那個 這個他解釋清楚 那個畫面不好看 其實都是一口就答應 只是 林九我就是先 故意先丟給他聽 然後丟完以後 我在想說 這是一個殺手的題材的故事喔 他聽說 這麼酷 那他就 我是真的滿開心的 就是這些 好朋友好兄弟 然後就是 一句 通常就是一句話 好就走了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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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就是 劇情一開始 就知道是會有這一點點的 東西 如果我跟林九演的話 那畫面好不協調 啊不行不行不行 馬上 就是在這個開拍前大概一個月 對 趕緊打電話說 拜託小樂 你來幫我演這個角色 因為我覺得 你跟林九兩個這樣子 合起來 看起來畫面非常的好看 後面事實也證明啊 MV出來之後兩個的畫面 哇 該帥的帥 對 該有的這個超越友誼的感覺 也出來了 對 那個畫面呈現讓我覺得 這兩個真的是天造地設啊 所以如果讓你選他們兩個其中一個 然後要吻性 可以啊 可以啊 兩個我都OK啊 這麼帥對不對 兩個都一吻下去的話 全天下的少女應該會想 想想想 想揍我 對不對